高鐵旁真的很方便 我可以早上中午北上 然后去找家人朋友吃个饭 下午茶 然后逛个街 然后再回来还来着鸡 一日来回都没有问题 很多朋友会问我说 其实家里有什么不错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家里高铁附近 有蛮多像是回创的一些园区 像长庚也在附近 我觉得整个它的机能还蛮集中的 其实如果未来我觉得要成家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也很推荐这个地方 因为工作忙 下班后可能想要去健身房运动 甚至有时候朋友可能可以来这边聚会 比如说像他们有宴会厅 让我觉得还蛮实用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公社 真的很多元很全面 让我们三代同堂每一边都照顾到 那我就觉得真的很棒 正在我角度这样看 我觉得马仇厚这个园区的兴起 其实可以更留住更多的年限 又在这边工作 甚至就直接定居在这边 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 很期待嘉义科技园区让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在这边就业甚至发展 这样子 看到嘉义有很多改变 就是说跟游瓦不一样 它有文化园区 然后有高铁 然后有一些产品园区 那整个都市的一个风拌慢慢淡起来 那现在的感觉就是说嘉义其实事实上是一个很适合全家居住的地方 它的生活机能变好因为高铁带动 然后会让我觉得说我会想要在这边置场 怎么讲梦想的感觉就对了